一个古代女人出现在山间的高速公路上 此时的她还不知道自己已经穿越到了现代 突然身后出现一辆汽车朝她按喇了 熟悉的声音立刻就让梅林紧张起来 这时车上下来一位男士询问她是否需要帮助 梅林不敢置信地看着她的现代装束和汽车 此时的她已经惊讶地说不出话 同样男人也被她奇怪地穿着搞懵了 梅林突然问她现在是什么年代 梅林又问卡洛登战役谁赢了 男人以为她是神经病并没有回答 这一下就让梅林绷不住 因为她在古代的丈夫解密 很有可能就是死在了这场战役之中 想到这里梅林已经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而男人看她奇怪地举动以为是有精神方面的疾病 所以想方设法把她送到了医院 很快通过失踪人口调查医院找到了梅林的丈夫弗兰克 当看到失踪三年的妻子出现在眼前 弗兰克竟表现得非常平静 但玻璃上映出的脸庞却吓到了梅林 因为她长得跟兰德对长真的太小了 一时之间让梅林还以为又回到了古代 当弗兰克向她靠近的时候 梅林表现得非常害怕 陌生的感觉让弗兰克有点不知所措 她不知道妻子这是经历了什么才会变成这样 眼看梅林并没有做出解释 她又在旁边的凳子上看到妻子穿过的衣服 这奇怪的装束引起了弗兰克的注意 随后她带着这件衣服来到朋友这里 根据朋友的调查 这件衣服的款式很像18世纪苏格兰女性衣橱的衣物 如果不是纺织品 这件衣服应该价值不肥 朋友问她这是在哪里找到的 弗兰克对这个问题也充满疑惑 看着外面的梅林正在搜集卡洛登战役的书籍 这种种的迹象表明 妻子消失的这三年时间肯定有着不凡的今日 此时梅林还在查找那场战役的记录 希望能在这里面找到杰米的死因是否跟战役有关 但是书籍记载的东西实在有限 对于那段时间的历史描述太少 这不由得让梅林的心情非常不好 但她还是把自己穿越遇到的所有事都告诉了眼前的女方 因为在穿越之前女人就曾经说过这个传说 当时的梅林还以为只是一个谣言 没想到自己真的遇上了这种事 她只恨自己穿越过去以后爱上了杰米 如今再次回到两百年以后 虽然杰米的尸体早已腐烂在这片大地之下 但梅林始终不能接受这样的事实 而女人却劝她放弃幻想 因为现在还有弗兰克不离不弃的陪伴 梅林应该珍惜眼前人 到了晚上弗兰克正准备睡觉 梅林突然喊她到自己房间 虽然两人还是夫妻 但梅林因为没过心里那道坛 所以弗兰克也尊重她分房睡的决定 而今晚梅林也决定 把自己离开这三年遭遇的事全都告诉她 就这样 从巨石镇穿越道和杰米结婚 梅林把自己在古代遇上的所有事都说了出来 直到天亮弗兰克都没打断过她一次 因为梅林说的这些事都是科学无法解释 但看着她穿回来的衣服 还有种种的迹象 都让弗兰克无法解释 妻子说的不是事实 离家三年的女人回来突然说自己怀孕了 丈夫听后还没来得极高兴 就感觉事情有点不对劲 离家三年内她怀的孩子肯定不是自己的 难道这就是梅林穿越回来送给自己的礼物 弗兰克无法接受这个结果 他生气的想对梅林动手 可紧握的拳头最终还是没能下得去手 愤怒的他离开了这个房间 来到楼下以后 弗兰克把怒火全发泄在储物室 等他冷静下来以后 转头又回到了楼上 他决定接受喜当爹这件事 而且哈佛大学给了自己一个职位 只要梅林和他安心的过日子 他会把这个孩子当成自己亲生的 然后带着他们一起去波士顿生活 但在此之前他有一个条件 那就是梅林必须忘记杰米这个古代人 在以后的生活中 他不想听到有关这个人的任何事情 梅林简单考虑一下就答应了这个条件 因为现在杰米已经长眠在地下200年 无依无靠的他要想顺利生下孩子 只能向丈夫妥协 现在他要把所有有关杰米的东西都扔掉 梅林先把自己从中世纪带回来的衣服交给弗兰克 但就在摘下杰米婚戒的时候 他犹豫了 弗兰克看出来他的心思 所以同意他想通了再摘下来 当梅林收拾好自己的行李后 弗兰克也烧毁了那件衣服 不久后他们乘坐飞机来到波士顿 看着眼前的高楼大厦梅林的思绪万千 就在弗兰克伸手扶他下来的时候 梅林想到了他和杰米刚逃到法国的时候 当时他们来到这里的墓地 一是为了躲避兰德的追杀 二就是说服苏格兰国王不要对抗英格兰 现在的计划就是先去找杰米的堂兄 因为他在这里还算有点势力 杰米需要堂兄的帮助才能接触到流亡海外的苏格兰皇室 可等见面以后才知道 堂兄也是支持国王复辟的拥护者 但杰米想见皇室成员的目的让他起了疑心 他怀疑杰米可能是受到英格兰的重用来这里探听消息 为了解除堂兄对自己的怀疑 杰米把自己后背的鞭商亮了出来 因为这就是英格兰骑兵队长兰德的杰作 这样的伤痕已经足以说明杰米不是他们的走口 所以堂德答应有机会给他引荐皇室成员 而且在此之前他还要把自己巴黎的豪宅和酒庄生意交给杰米达了 因为这样能够帮杰米尽快地积攒名望和财富 或许在将来复辟的时候他能帮上大忙 不得不说堂哥真是雪中送坛 这样一来他们就有了基础实行破坏计划 就在兄弟俩为这次合作皆大欢喜的时候 梅林来到港口闲逛 但就在这时突然一条船内抬上来一个病人 曾经是一名医生的梅林赶紧凑了过去查看情况 当他看到病人身上症状的时候 不顾杰米的祖兰坚持要过去弄清楚状况 等病人抬到仓库以后 梅林很快就发现患者得了添花 他让所有人退后不要靠近 但那艘船的船长带着一位伯爵来到了这里 因为船上的货都是这位伯爵的 如果梅林坚持说患者是添花 那他这批货都要被烧掉 就在这时又抬进来一位患者 情况跟之前那个相同 这下船长也不敢叫嚣了 因为出了事谁都不敢附阻 梅林要求他们赶紧建立隔离区 然后烧毁船上的所有户 但这样一来就得罪了这个有权势的伯爵 就在梅林被对方威胁的时候 杰米赶紧站出来护在妻子身前 无奈之下伯爵只能下令烧毁自己的船和户 但他也威胁梅林肯定会为此付出代价 就这样 大船被烧毁之后 刚到巴黎的梅林夫妻俩 就得罪了这里一个有权势的伯爵 自从杰米和梅林来到巴黎后 他们就过上了锦衣玉石的生活 不仅家里有仆人照顾生活起居 出门也有贵族待遇的马车接送 进入上流社会的杰米忙完酒庄生意后 就会和塔姆在一起练习剑术打发时间 虽然他们一直在享受生活 但也没忘了来到这里的目的 那就是阻止流亡的苏格兰皇室复辟 因为如果这些人得到法国的支持 肯定会让苏格兰的高地人陷入水深火热的战争 进而引发最终的卡洛登战役 从此苏格兰一决不振高地文化结束 杰米的族人包括他自己都有可能丧了 虽然这一切尚未发生 但穿越而来的梅林因为知道这段历史的走向 所以他要和杰米一起阻止这场大战进而连历史 好在他们通过杰米堂哥的帮助 半只脚已经踏进了巴黎的上流社会 这样一来杰米就有了和苏格兰王子会面的资本 但他万万都没想到 苏格兰王子竟然连苏格兰都没去过 还妄想带领高地人民赶走英格兰人 这一刻的杰米更加坚定了破坏皇室复辟的想法 不过他的目的并没有被王子看穿 而且还交给了杰米一项重要的任务 那就是去结识法国的财政部长 想办法劝他支持这次复辟的资金 毕竟现在的杰米是布罗克图勋爵 只要他想办法就可以进入法尔赛宫见到财政部长 就这样 杰米总算参与到了复辟的计划之内 于是回去以后跟梅林商量 只要见到财政部长就想办法破坏这次合作 但想进入法尔赛宫还得靠梅林 因为他经常喝茶的姐妹 就有这个能力带他们进去 很快 梅林简单地浪费了一番口舌就搞定了这个姐妹 第二天杰米和梅林就盛装打扮 准备去参加凡尔赛宫举行的宴会 能来到这里的都是一些身份显赫的贵族 而梅林夫妻就这样跟着他的姐妹来到了里面 本以为这里是庄严肃穆的地方 没想到法国的路易国王竟在当众方面 而且从他不耐烦的表情看得出来 国王可能是有点便利 杰米这时灵机一动 想让旁边的大臣向国王引荐一下自己 因为他有治疗这种症状的办法 可等国王问他什么办法的时候 杰米却说早饭喝粥就行 显然这个结果并没有让国王满意 另一边的梅林因为是从现代穿越而来 所以无法适应这样的社交环境 就在他提出去外面走走的时候 姐妹突然看到了财政部长 因为梅林之前希望自己能为他引荐之人 所以让部长自己去找这个穿着红色礼服的美人 此时的梅林还没意识到姐妹已经安排好 正当她在外面看风景的时候 部长来到这里就亮明了自己的身份 但她不谈正事 竟然对梅林的美色起了歹意 幸好杰米及时赶过来 一把把对方推进了河里 这种结交方式是大家都没预料到的 不过正所谓不打不相识 很快夫妻俩就跟部长成为了朋友 而且在这场宴会上 梅林还见到了英格兰德公爵 当初梅林请求他帮助杰米洗清冤屈 没想到这家伙竟把他们的诉状交给了兰德 最终导致杰米遭到了兰德疯狂的报复 公爵想为此表达歉意 但梅林已经不相信这人 不过从她的口中得知 上次杰米兰德并没有死 而且兰德弟弟亚历克斯 还成为了公爵的秘书 这个消息直接让梅林破坊了 他们都以为兰德已经死了 如果他还活着那杰米 肯定会想办法回去报仇 所以梅林只能暂时向丈夫隐瞒这件事 自从梅林来到巴黎成为阔太太以后 每天不是喝茶就是社交 为了不让自己虚度光阴 她听取别人的建议来到慈善医院做义工 第一天到慈善医院做义工 就开心地用嘴帮病人做了个尿解 然后通过品尝出来的味道和了解的症状 梅林确定这个古代女人患的是糖尿病 院长问她能不能把病人治好 梅林只能对此表示遗憾 如果这种病放在20世纪 或许还能控制一下 但现在是18世纪 如果得不到有效治疗 病人可能一个月都挺不过去 听她讲完这些院长被彻底震惊到 因为这是她第一次见到 尝一下液体就能确诊病因的女人 可梅林忽略了自己现在已经怀孕 当这件事被丈夫杰米知道以后非常生气 梅林这种不计后果去品尝这些东西 难道就不怕染上脏病影响自己和胎儿的健康 所以杰米强烈建议她辞掉这份义工 梅林虽然理解丈夫的担忧 但整天无所事事的她不想在家待着 所以杰米的话她并没有放在心上 现在苏格兰王子那边又出现变故 杰米想让梅林帮她分析一下 原来今晚丈夫之所以心情这么差 就是因为刚才她去见了王子 本来计划让法国的财政部长 不去支持王子复辟的计划 但谁都没想到人家早在英格兰 已经找到了愿意资助的金主 这一下就打乱了杰米的所有计划 现在的王子想通过故障和法国国王结成同盟 如果这件事双方达成一致 那将不能避免即将到来的卡洛登战役 所以现在杰米让梅林想办法自己该怎么做 但一时之间梅林也想不什么有用的对付 心情烦闷的杰米只好来到酒吧消遣 没想到在这里她发现一个小孩在偷别人东西 这一下就让杰米想到了一个对付王子的好办法 于是等小孩离开的时候 她赶紧冲出去抓到了对方 因为知道了小孩这手绝活 所以杰米连威胁在利诱让她答应帮自己打工 很快小孩就被带回了豪宅 梅林不知道丈夫带一个孩子回来是什么意思 当杰米说出她想让小孩去偷王子信的计划后 梅林都不禁为丈夫竖起大拇指 因为这个办法或许真能找到这个背后的金主 然后想对策毁掉这次合作 就这样 小孩按照杰米的要求不断地去偷王子信 只要做好复印件就趁人没发现的时候还回去 但谁都不会想到 王子的信件竟然用的全是暗号和秘密 其中一篇全是音乐符号的信难住了杰米和唐姆 为了搞清楚信的内容 他们想到了梅林那个慈善医院的院长 因为院长对音乐有着极高的天赋 或许他能解开这里面的秘密 很快杰米就通过梅林的帮助找到院长 然后通过院长的对比和弹奏 他找出里面非常不规则的音符 这说明这个曲谱根本不算一首完整的曲 院长的提醒让杰米瞬间开朗 回去以后他就把低音和高音的字母组合 然后从中发现了信的秘密 原来金主已经准备好了复辟的启动资金 虽然不多 但他还联系了三个商人 不久后 金主就会来跟王子当面谈合作 看着秘语中金主的名字缩写的字母后 杰米和梅林瞬间想到一个人 他就是桑德林汉母公爵 曾经这个公爵因为偏向兰德差点害死杰米 不过他们现在要讨好公爵 然后想办法让公爵放弃资助王子 这样才能破坏王子的复辟计划 但这样一来杰米势必会见到公爵的秘书 也就是兰德的弟 而杰米也会知道兰德汉活着的消息 塔姆希望梅林早点告诉杰米 不然到时候等他在别人嘴里听说 那杰米肯定会恨梅林 古代医院竟然让狗帮病人检查身体 而且检查结果比一切还要准 只见院长指挥着他在病人的身上四处游走 不大一会就发现了病人的腿出了问题 起初梅林还不相信这个小伤口 就是放倒病人的罪魁祸首 没想到在院长的指挥下 他竟真在里面取出一个生锈的长钉 好家伙 这一幕让穿越而来的梅林都不禁惊讶 自己一个二十世纪的医生 竟然比不过一只十八世纪的狗 但让他惊讶的还不止于此 当初梅林刚来到巴黎 就因为控制传染病烧毁了一床户 没想到却因此得罪了一位伯爵 本想着这件事过去这么久人家已经忘了 可梅林万万没想到古代人这么小心眼 竟然在公众场合的九宗下 幸好他的杖子杰米就在身边 不然肯定会一时两日 回去以后 梅林靠着嘴中残留的味道 确认了毒药的成分 然后让丈夫搞来点解毒的草药 这才保住了他的小命和肚子内的胎儿 回想着刚才发生的一幕 梅林非常确定下毒的人就是那位伯爵 但没有真凭十句夫妻二人 也不能把人家怎样 几天后 痊愈的梅林来找闺蜜喝茶 没想到竟在这里吃了一个大瓜 闺蜜竟然背着丈夫怀了别人的孩子 她想让梅林帮她想想办法 因为这几个月 闺蜜都没跟自己丈夫同房 如果硬说孩子是丈夫的肯定没人相信 梅林也是第一次遇上这样的奇葩事 所以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但让她万万没想到的是 到了半夜睡觉的时候 梅林竟意外得知了闺蜜的情人是谁 这人不走大门 偏偏从房顶的窗户进来 幸好姐米及时停手 这才没有把王子给到了 没错 这人就是流亡海外的苏格兰王子 原来刚才他偷偷去了梅林的闺蜜家里 谁知道正在好事进行的时候 闺蜜的丈夫突然回来了 来不及跑路的王子 这才没被发现 就这样 她在房顶上一路就来到梅林的家中 姐米了解完事情的经过后 脑筋一动瞬间想到一个歪主意 如果利用这桩丑闻让支持王子的人知道 那这些金主肯定会放弃资助这次复辟计划 姐米和梅林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所以二人决定下周就在家举行宴会 到时候把这些人全邀请过来 时间很快就到了举办宴会的这天 早晨梅林要去医院工作 保证晚上提前赶回来 不放心的姐米让塔姆和小孩跟着抱 就这样 工作一天的梅林正准备回去的时候 塔姆却告诉她马车坏了 但这时候家中的姐米已经开始接待客人 梅林只好和另一个女孩步行回去 没想到走在半路的时候 竟遇上一伙猫贼 塔姆虽然奋力地保护梅林二人 但奈何人数太多她也被打晕过去 梅林二人就这样被拖进了小巷子中 其中一个女孩遭到毛贼的强暴 轮到梅林的时候 一个手上有胎记的人刚要动作 手下一掀开帽子就吓坏了 只见他们口中说着白夫人 就战战兢兢地离开了现场 梅林被这人搞得一头雾水 不过好在他们暂时脱离的危险 此时家中的客人已经来得差不多了 就连上次陷害梅林的伯爵都不请自来 姐米看到这人虽然生气 但这样的场合她也不敢发作 就在晚饭快要开始的时候 梅林总算带着几人赶了回来 此时受到侵犯的女孩已经晕了过去 梅林安排了女孩的男友照顾她 而她自己则赶紧换上礼服去接待客人 因为今天的这场宴会可不一般 女孩一觉醒来 就发现自己床边多了一个陌生男人 她慌张地推开对方就跑了出去 没成想刚到客厅就被男人追上 体型娇小的她很快就被男人按在了地上 女孩奋力地大声呼救 却意外惊动了正在举办宴会的贵族 当他们出来查看情况的时候 刚好看到男人骑在了女孩的身上 这一幕正好被女孩的父亲和未婚妇看到 他们冲上来就要叨了这个男人 幸好这所房子的男主人杰米及时拦住 因为她知道男人并不是在当坏事 因为女孩和男人已经秘密交往了很久 如果不是因为刚才女孩神志不清 也不至于发生这样的事情 而这场闹剧彻底打乱了杰米和梅林的计划 事情虽然过去了几天 但那个被误会的男人已经被警局关了起来 现在女孩希望梅林可以把自己的澄清信送过去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男人救出来 但拿着这封信梅林犹豫了 她想把信烧掉阻止女孩和这个男人相爱 如果他们两个真的结婚 那梅林现代的老公弗兰克也就不会存在 因为这个女孩已经注定嫁给梅林的仇人兰德队长 只有这样弗兰克才有可能出生 思前想后梅林还是没能狠心把信烧掉 而是亲自把男人救了出来 不过此时的她已经重病缠身 梅林以此为借口让男人离开女孩 再加上她现在没有收入可以娶妻 梅林语重心长地劝告让男人感到惭愧 她决定自此之后不会再联系女孩 梅林也终于达成了自己的目领 不久后梅林受邀到法国凡尔赛王宫参加宴会 没想到竟在这里看到兰德 她的出现彻底吓坏了梅林 这个让自己丈夫杰米饱受折磨的恶魔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兰德很想跟梅林续续酒 但梅林又害怕杰米看到这个恶魔 如果杰米真的现在就杀死兰德 那她现代的丈夫也就不会出生 此时的梅林真的非常纠结 她又想让古代的丈夫杰米报仇 但又不想兰德就这么死在这里 正在她为此纠结的时候 法国的路易国王竟然出现在身后 由于兰德并不在国王的邀请名单中 所以她的出现让国王非常不开心 而且她还看出自己的客人梅林 或许跟兰德关系不是太好 所以就想着刁难一下她 恰好这时杰米也赶了过来 一时之间场面顿时变得凝重 他们都怕杰米忍不住 对兰德的仇恨在国王面前动手 不过这时的杰米还算清醒 所以才忍着后面再跟她算账 在国王的眼中杰米现在是法国的贵子 而兰德只是一个外国的骑兵队长 因此看出二人仇恨了她 就想办法要帮杰米羞辱兰德一番 所以在众人面前她让兰德跪下跟她说话 而兰德虽然不满 也不敢在这里违抗路易国王 就在他跪下的那一刻 国王就当众开始嘲笑她如此听话 杰米和梅林也感受到了国王的好意 当羞辱完兰德以后 梅林就想找机会赶紧带杰米离开 国王也非常礼貌地跟他们道别 就在梅林夫妻走后 国王也带着众人嘲笑着兰德离开了 但还没走远的杰米突然停下来 因为他要去找兰德说句话 梅林想拦着也无济于事 只见二人聊天时靠得很近 兰德的手也不自觉地放在杰米的胸前 这让梅林不知道他们二人聊了什么 做完这一切后 杰米笑着告诉梅林 他向兰德提出了生死决斗 这或许是杰米报仇的最好机会 但梅林这时却显得忧心忡忡 他不是担心战主打过兰德 而是担心兰德会因此丧命 从而影响他现代的战主出生 等回家以后梅林并没有下车 反而转头去警局报案 晚上杰米正在和手下商量决斗的细节 这时梅林却突然走进来说决斗取消了 因为他故意诬告一个罪名 让警局把兰德抓了起来 杰米不敢相信妻子 竟然会不择手段地阻止自己复仇 为了解释清楚事情的原委 梅林只好让手下出去 随后他就求丈夫放过兰德 杰米觉得妻子这是疯了 但接下来梅林的话彻底让他震惊了 原来他阻止决斗的目的是 为了身在1945年的丈夫 如果此时杀了兰德 那梅林现代的丈夫就不会出生 因为兰德正是梅林曾经那个丈夫的祖先 杰米不敢相信还有这样的事 但从妻子哭泣的模样他又不得不信 如果自己的妻子现在阻止自己复仇 目的只为了救他的另一个招务 那这个结果杰米说什么都不能接受 他让梅林在自己和他现代老公之间二选一 眼看丈夫不妥协 梅林也不顾夫妻感情 竟然脱口而出 杰米欠自己两条命 如果他能等待一年让兰德生下后代 那就算还清了梅林的救命之恩 他的这句话彻底把夫妻感情利益化 但也真正的伤了杰米的心 他作为一个绅士同意了这个条件 不过作为丈夫他为自己付出的感情不值 等这件事结束以后 夫妻二人又回归了正常生活 杰米继续做酒庄的生意 梅林还是去救济医院照顾病人 到了晚上空闲的时间 杰米会主动帮妻子捏脚 因为梅林再过一个月就要生亡 即便当初那件事弄得二人感情出现问题 但看在马上出生孩子的份上 杰米最终还是原谅了妻子 但在医院的高强度工作 让梅林的身体有点吃不消 梅林的血迹院长怀疑他动了胎气 所以坚持让梅林在医院过夜 可他怎么也不会想到 值一晚丈夫那边汇出这么大事 原来杰米收到口信求救 让他去妓院帮苏格兰王子还债 本来这种是杰米完全可以不去理会 但为了破坏王子的复辟计划 他也只能暂时先跟王子打好关系 等他们来到这里结账的时候 那个被杰米收留的小孩开始变得不安分 竟然溜进客人的房间去偷东西 但好巧不巧的是 这里会是兰德的房间 等梅林第二天回到家的时候 才从仆人那里听说杰米和一个英国军官去决斗 他认为丈夫只是背其誓言 竟然背着他偷偷去找兰德报仇 梅林顾不上自己怀有身孕 让马夫把速度提升到最快 他要赶紧过去阻止这场决斗 等梅林赶到现场的时候 杰米和兰德的决斗已经到了白热化 他不敢出声制止影响丈夫 不然可能因为自己让杰米分心 这样一来自己未出世的孩子就会失去父亲 但他也不想兰德就这样死了 那就太对不起现代的丈夫了 就在二人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 梅林终于经受不住精神和身体的双重折磨 肚子内传来的剧痛让他承受不住 竟然在这时候流产了 还不知情的杰米已经和兰德的战斗到了最后关头 高超的剑术让杰米刺中了兰德的要害 虽然看上去不致命 但也能让兰德断子绝孙 梅林瞪着大眼不敢相信这个结果 就在这时法国士兵也冲了出来 杰米因为私下决斗被捕 而等待他的僵尸终生的监禁 这一刻的梅林不仅失去了孩子和丈夫 而且还对不住现代的丈夫 他感觉此时的天都要塌 院长看到以后赶紧过来安抚他的情绪 不过对于梅林询问孩子的问题 院长却一个字也不愿意说 但从他的表情中梅林还是看得出来 自己刚出生的孩子没了 他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辛苦怀胎十月到头来会是这么一个结果 现在的梅林还没有脱离危险 院长能做的就是安抚他的情绪 好让梅林赶紧挺过这个难关 但古代的医疗技术涌现 虽然死因已经从他肚子里面取出来 但梅林的高烧却始终不退 院长也只能让自己的得力助手小狗陪在梅林的身边 没想到就在后半夜的时候 一个黑衣人突然闯了进来 他就是梅林曾经拯救过的药剂师 现在梅林的情况非常危险 所以药剂师就是专门来报恩的 随后在这人的一痛抚摸下 梅林能清晰地感受到身体的症状正在减轻 甚至在肚子上游走以后 还顺利地把丢在身体内的胎盘取了出来 这下梅林总算得救了 做完这一切药剂师就要赶紧离开了 因为他现在被国王定了一个黑暗药师的罪名 所以不敢在人前露面 等院长再次过来检查梅林病情的时候 不可思议地发现他的高烧已经退了 第二天梅林就回到了自己家 虽然仆人们列队迎接 但却少了杰米这个最重要的人 此时的梅林因为孩子流产 内心中不断责怪丈夫被其约定和兰德决斗 他现在非常纠结那天到底发生什么事 会让杰米做出这个决定 为了弄清楚事情真相 他来到仆人的房间询问小男孩 因为那天只有他跟着杰米 知道事情瞒不住的小男孩这才说出事情 原来那天他跟着杰米去帮王子还债 因为手养他跑到一位客人的房间偷东西 没想到兰德就在这里 他把小男孩误认为是过来服务他的 所以强行把小男孩按在了身下 意外的是这一幕正好被杰米看到 他愤怒地就冲过去教训兰德 虽然被人强行拉开 但失去理智的杰米决定不再遵守梅林的约定 他现在就要通过决斗杀死兰德这个畜生 这个结果是梅林万万都没想到的 原来是他错怪了丈夫 现在要想救出杰米只能去找法国国王 可院长告诉梅林面见国王是要付出代价的 而代价就是他的身体 现在的梅林只想救出杰米 不管付出什么他都愿意 于是在院长的安排下 梅林来到了凡尔赛宫 虽然他幸运地见到了国王 但杰米的罪行也不是因为梅林一句话就能轻易饶恕 除了身体交换 国王还要梅林帮自己做一件事 为了救出丈夫他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接着国王就把梅林带到一件密室 虽然这里看着很美 但接下来发生的事就有点残忍了 只见两个男人被带进来 其中一位是救过梅林的药剂师 另一位是曾经在梅林酒中下过毒的伯爵 他们一人陷害过自己一人救过自己的命 现在二人被指控为黑暗炼金术师 如果罪名成立就要立刻执行绞刑 现在国王要求梅林判断出他们哪位无辜 哪位是真正的暗黑术士 但梅林并不想因为自己的一句话害死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 所以观察很久还是不愿趁机向伯爵落井下石 眼看梅林不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做 国王只好让人拿来一根带着剧毒的大辣条 如果二人分别把手伸进去 谁没有被辣条咬到 那就说明他是被神选中的人 国王就可以马上赦免他的罪行 如果被咬到那就直接免了绞刑 等待着原地飞升就行 梅林不想看到这么残忍的画面 所以现在要想办法救下二人 就只能依靠自己掌握的医术 这是一杯没有毒药的毒酒 就算喝下去也只是让肚子痛上三秒就好了 可当经过他手在递给女人的时候 洁白的项链竟慢慢变成黑色 这说明毒酒真的变成了毒酒 身旁的伯爵也惊恐发现了这个情况 梅林知道肯定是这个老东做的手脚 国王催促他赶紧交给伯爵 本不想害人的梅林只能端到他的面前 即便伯爵知道自己被人陷害 他的解释也没人会心 最终只能颤抖着双手接过毒酒 国王再次命令他燃井喝 知道自己死期已到的伯爵 只能诅咒这个老灯和调制毒药的梅林不得好死 虽然这不是梅林的本意 但伯爵却因他喝了这杯毒酒 随后在所有人的注视下 伯爵最终倒地身亡 由于老灯在喝下毒酒后存活下来 国王决定赦免他的罪行 可这个结果并不是梅林想要的 原本他想用调制毒酒的方式救下两个人 没想到老灯尽在酒中下来 虽然事情已经无法完蛋了 但国王还是夸待梅林出色完成了任务 作为奖励梅林不仅被国王宠幸 而且还答应放过他的丈夫杰米 就这样 惊险又刺激的一天终于熬了过去 第二天杰米就被国王放了出来 看到梅林的那一刻他满是不甘和愧疚 因为在杰米被抓以前他看到了妻子流产 如果不是自己非要和兰德决斗 这一切也就不会发生 虽然杰米主动忏悔 但梅林只要一想到流产那一天 就感觉到心如刀绞 此时的梅林已经不想留在法国 他希望杰米能带自己回苏格兰 他们不要再管王子会不会回忆 现在的梅林已经身心疲惫 他只想去过那种没有纷争的平静生活 杰米也答应了妻子的要求 次日 夫妻二人就来到女儿的坟前 这或许是他们这辈子唯一的一次机会 虽然不舍也只能把女儿葬在这里 之后他们就回到了苏格兰的领地 此时梅林培育的土豆也获得了丰收 因为一年后就要迎来卡洛登战役 到时候饥荒肯定席卷整个苏格兰 或许梅林的未雨绸缪 可以帮助他们领地度过这次难关 可就在众人沉浸在喜悦中的时候 避风信打破了这里的宁静 原来王子找人模仿杰米的笔记 在复辟的名单中签字 即便他想置身事外 因格兰方面也不会放过他 因为杰米已经被迫参与到了这场战争中 现在要想保命 只能帮着苏格兰王子复辟成功 可杰米已经了解到 想赢这次计划的人并不多 虽然苏格兰人众多 但大大小小的部落 都想保住自己的一亩三根地 并不想参与到这场战争中 这样一来复辟的计划就很难成功 再加上王子也是个软弱无能的人 如果杰米不想对策 那就只能等死 最终大家商议过后 只能先去找杰米的爷爷 因为他是法拉瑟氏族的统领 这个家族在苏格兰地区 也是数一数二的 如果能让爷爷加入这次计划 那就能响应更多的苏格兰人加入 但妹妹却不看好杰米去找爷爷 因为当初她阻止杰米的父亲娶母亲 为了这件事 他们父亲被赶出家族这么多年 所以妹妹一直对这个爷爷 有非常大的怨言 但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 即便再不高兴杰米也决定去试一试 就这样 为了大家能够在战争中活下来 杰米带着梅林决心改变历史 或许他们真能靠着 努力改变这场战役的结局 女人拿着烟斗猛作一口 然后顺着卷脂筒就往里面吹 虽然男人被呛得止不住的咳嗽 但梅林还是强迫她吸进去 因为烟斗里面装的是 治疗肺病的草药 现在只有这个办法 才能缓解病人的痛苦 果然几个来回以后 她的咳嗽还真的止住了 由于男人的肺病太过严重 身在古代的梅林 因为医疗条件匮乏 所以她也没办法治好 兰德弟弟的病 而现在的弟弟也知道 自己时日不多 所以她请求哥哥 娶了自己的妻子 这样一来等她死后 妻子和她肚子里的孩子 不至于流落街头 可兰德怎么能接受 弟弟这样的托付 即便不跟弟妹结婚 她也会帮忙照顾 所以完全没有必要这么多 但弟弟不管说什么都不同意 这一下就让兰德为难了 不仅是她取向的问题 而是这人的心中住着一个恶魔 曾经梅林夫妻就被她折磨得够强 所以她觉得自己 无法接受弟弟的托付 但梅林这时竟来 劝她同意这个提议 不是她想把女孩推向火坑 而是梅林知道 历史上的兰德活不过明天 也就是1746年的 4月16号的卡洛登战役 到时候她就会死在这场战争中 如果弟妹嫁给她 就能拿到兰德死后的抚恤金 虽然梅林说的这些话不知道真假 但兰德还是答应了弟弟的请求 于是在梅林几人的见证下 兰德娶了自己的弟妹 虽然这场婚礼全程充满了悲伤 但总算让弟弟在弥留之际 知道了自己的妻儿有不归随 就这样 在大家的注视下 弟弟走完了人生的最后旅程 但一直深爱她的哥哥兰德 却怎么也不能接受这个事实 他疯狂地对着弟弟的遗体 就是一顿输出 旁边的梅林二人都被吓到了 这就是本性残暴的兰德对者 次日就是苏格兰和英格兰的最终决斗 由于王子的号召 苏格兰的各个部落集结了5000人大军 要在卡洛登进行最后的决战 如果胜利那王子就能复辟成功 但失败也就意味着 他们的高地文化彻底结束 杰米本想劝王子放弃这次决战 因为他的妻子梅林穿越以前了解这段历史 而战役的结果就是苏格兰惨败 但被王位冲昏头脑的王子怎么可能放弃 如今这场大战势在必行 为了不让苏格兰人无辜惨死在这里 梅林和杰米决定下毒搞死王子 这样一来就能阻止这场战争 但他们夫妻的谈话被杰米的舅舅听到 他本就是王子的忠实拥护者 所以肯定不能容忍梅林下毒 杰米本想把事情解释清楚 但舅舅什么都听不进去 他提见就要杀了梅林 幸好杰米阻拦在中间 不过对上如此强壮的舅舅 杰米也讨不到什么好处 眼看情况不妙 梅林拿起凳子就砸了上去 即便这样杰米还是跟舅舅势均立敌 无奈梅林只好和杰米合力杀了舅舅 眼看大战时间将到 再去给王子下毒已经来不及 杰米只好开始做最坏的打算 他拿来自己领地的地契 把自己名下的所有财产 都转移到了妹夫身上 然后让他收养的小孩 马不停蹄地送到妹妹手中 这样一来就保住了父亲留下来的几眼 接着他告诉一只跟随自己的汤 等战斗打响以后 就把他从爷爷那带来的战事 都从小路准 没必要在这里做无谓的牺牲 而他自己则要去安置梅林 等没有了一切后部之忧后 杰米就回来和塔姆并肩作战 他们要为苏格兰流进最后一滴血 可等他找到梅林的时候 梅林说什么都不愿意跟他分开 这下可急坏了杰米 因为他记得梅林的月事时间 已经过去两个月 即便妻子瞒着不说 他也知道自己要当父亲 梅林没想到这个表面粗犷的男人 竟然这么细心 自己怀孕的情况他都知道 所以杰米现在要求他穿越回现代 这样就能在弗兰克的庇护下 让梅林顺利的生下孩子 妻子和孩子的安全 对于杰米来说就是他最大的心愿 即便梅林再怎么不情愿 也只能按照杰米说的去做 梅林想让他跟自己一起回到现代 可杰米知道这不可 因为他不管怎么摸这块石头都没反应 这时候的梅林都要崩溃了 因为他知道杰米回到战场 是抱着必死的决心 他们夫妻的这一别也许就是永久 但为了还没出事的孩子 他只能按照杰米说的去做 就这样 两人依依不舍地道别以后 杰米抱着他慢慢往后退 梅林的眼睛始终留在这个深爱男人的脸上 随后杰米眼含热泪 把梅林的手按在了石头上 这就是很多粉丝追问梅林突然穿越回现代的原因 他知道古代丈夫是不得已 才会让自己离开那个危险的你在 因此他不仅对杰米没有恨你 反而更多的是担心 当克莱尔慢慢走出巨石镇踏上高速公路的那一刻 他不知道自己这是穿越到了哪一年 此时一辆小轿车出现在克莱尔的身后 他的骑装衣服让车主乌以为遇上了神经病 就这样 克莱尔很快就被送到了医院 等他现代的丈夫赶过来的时候 克莱尔才知道距离自己消失的时间已经过去三年了 这三年时间弗兰克一直没有放弃寻找他 可即便这样也并没有感动克莱尔 因为此时他的心已经全都交给了杰米 这时的弗兰克已经知道了妻子这三年的遭遇 虽然对穿越这件事将信将疑 但他知道克莱尔不仅爱上了别人 而且还怀上了人家的孩子 不过这些他都可以接受 现在弗兰克已经收到哈佛大学的聘请 只要克莱尔能够忘掉那个男人 那他就把妻子腹中的孩子当成亲生的 然后一家人搬到波士顿生活 为了能够给他和杰米的孩子一个舒适的生活环境 克莱尔答应了弗兰克的条件 就这样 很快他们就来到了波士顿 虽然住进了现代化的大房子 不过克莱尔始终不能适应这种生活 因为在古代的这三年 他已经习惯了原始的生活 所以他宁愿去找些木柴 在火炉上做饭也不愿用现代化的灶台 时间就这样一天天过去 克莱尔的肚子也越来越大 门外偶尔出现的小鸟 也会让他不经意地想起和杰米在一起的时光 弗兰克也感觉到了妻子的不正常 因为他想摸一下未出世的孩子 克莱尔都会表现得非常抗拒 他知道妻子的心中还在想着杰米 所以才会刻意地逃避自己 这种表面夫妻的生活让弗兰克非常不适应 他好奇什么样的男人能让妻子这么无法生活 为了搞清楚事情的真相 弗兰克本想写信给朋友 让他从历史记载中查查这个200年前的男人 没想到克莱尔却在这时候闯了进来 原来是他的羊水破了 弗兰克赶紧把妻子送到了医院 当医生问到这是不是他第一个孩子的时候 不知情的弗兰克赶紧说是 不过克莱尔却说一年前曾经流产过一次 这让弗兰克非常尴尬 他不知道妻子竟然还怀过杰米的另一个孩子 对于隐瞒的这件事 克莱尔只能说对不起 而弗兰克只能选择再一次原谅 因为上一次流产的经历 这次梅林想亲眼看着孩子出生 即便过程有多痛苦他都愿意承受 但医生根本不给他这样的机会 一针麻药下去后 克莱尔骂了医生一句混蛋就晕了过去 等他再次醒过来赶紧摸摸自己的肚子 然后就开始询问孩子在哪 正好这时弗兰克抱着女儿进来了 克莱尔这才放下了悬着的心 就在二人沉浸在成为父母的喜悦中时 护士一句孩子红头发是怎么来的 这一下就戳中了二人的痛点 因为女儿不是弗兰克亲生的 他真正的父亲确实顶着一头红发 人称红发杰米 此时的镜头也转到了二百年前 经过一场大战杰米的族人惨败 红一军还在打扫着惨烈的战场 杰米这时的伤势非常严重 他回想着战斗的过程中 自己亲手杀死了仇人兰德 虽然族人们英勇作战 但最终敌不过红一军的大炮战败了 侥幸活下来的杰米被族人发现 从死人堆里救了出来 但因伤势严重他们只能躲在一组房子内 因为叛国罪他们马上就要被枪毙 杰米知道自己这次肯定无法逃脱了 不过他非常庆幸把妻子提前送走了 不至于落得跟他一样的下场